大家好,我是主播小天,正文开始之前,麻烦大家点赞关注,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谢谢大家。 本期的主要内容有,一,中国地铁在美运行第一天,就闹出大笑话了,美国记者,世界第一的地铁就这,结果列车才刚启动它就被吓傻了。 二,半年亏损一千亿,中国高铁越修越亏,我们为何仍要建造?真相让全世界目瞪口呆,如今在前往波士顿的游客们可以在当地的地铁站中看到,一辆辆橘黄色的地铁在地下来回穿梭着,相比于传统的波士顿老爷地铁,这些全新富含高科技的地铁成为了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,就是美国其他州市的人也会以出惊诈的表情。 因为是全美少有的现代化地铁列车,在波士顿地铁建成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,这是绝无仅有的,可是很少有人发现,这些橘黄色的地铁其实是来自中国制造的产品,是中国中车集团为美国打造的,在设计标准上符合美国要求的地铁。 美国波士顿地铁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末,距今已经超过120年的年限,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董级地铁站。 但即使是这样波士顿地铁站的客流量日均高达130多万人次,系数以往波士顿的任何一条地铁列车都有将近几十年的运行历史。 波士顿的地铁站和列车,仅能用老旧破来形容。随着波士顿地铁的日趋老化,波士顿当局对地铁更新换代的呼声愈来愈高,在面向全球列车制造公司进行招标后,负责波士顿地铁运营的马萨珠塞湾运输局,最终将高达404辆地铁大单交给了中国。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公司在2014年正式接下这笔订单,历经三年设计制造后首批地铁于2017年10月完工,并在当年年底跨越太平洋运抵制美国波士顿。 不仅如此为了方便列车的交付和本土化生产,中国中车还在美国投资建造了生产地铁的工厂,春田工厂,也为中国中车拿下洛杉矶地铁项目的列车生产打下基础。 中国交付的波士顿地铁已经正式开始运行一段时间了,但这批中国制造的地铁在美国运转的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? 在波士顿地铁正式投入运营后,美国很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,但显有媒体将这批地铁与中国制造联系起来,直至一位中美文化交流者在进入实地调查后,许多美国和中国人民才知道,波士顿这批现代化地铁原来是中国制造, 虽然新一批列车投入运营,但老实地铁也没有废弃,便于下一批地铁的交付。 由于当天新批次地铁返场进行维护,这位采访的美国小伙并没有做到新批次地铁,但他随机采访了波士顿地铁站的乘客们,得到的回答无疑都是正面的,可以看出这些乘客对于新地铁的赞美与期待。 在受访的乘客中,经常以炫酷,时尚和现代化来形容这批新地铁列车。 当美国小伙问及地铁制造的国家时,不少乘客猜到了中国制造,这位前往采访的美国小伙最终不禁感叹, 美国许多城市真的非常需要中国制造的地铁,这批中国制造的波士顿地铁确实运用了中车制造地铁的高水平技术,从地铁列车的结构材料到车身设计,最终到现代化的地铁运行系统,这批地铁也完完全全符合美国制造的标准。 其为今后中国承接美国各大城市的地铁项目,做了非常充足的先行示范。 二、半年亏损一千亿,中国高铁越修越亏,我们为何仍要建造,真想让全世界目瞪口呆。 我国近几年高铁飞速发展,已发展成我国一张新的名片,然而在这张光鲜亮丽的名片后面,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。 中国高铁已成为世界第一,作为引以为傲得的高铁,一直在亏损,在外媒看来已是个沉重的包袱。 根据国铁集团财务统计,中国高铁总负债高达惊人,达到5.6万亿,全面18个铁路局,12个在亏损。 其他的也只能勉强维持运营成本,要想盈利却还非常困难。 在2020年8月,中国铁路公布的高铁收入情况内却显示,上半年净亏损955亿元,平均每天亏损5亿元之多。 半年亏损近1000亿,高铁越修越贵,我们为何仍然要建造? 中国高铁总长度已达到世界第一,同时也背负着运营亏损也达到了世界第一的包袱。 许多小伙伴会问,为什么亏损这么大? 中国14亿人口,票价那么高也养不起高铁吗? 既然不能盈利,那为什么国家要大力发展高铁? 我们先弄清楚第一个问题,中国14亿人口,高铁票价能扬起高铁吗? 其实,了解后就非常清楚,高铁票价对高铁来说只是杯水车薪,远远不够营收高铁成本。 根据统计数据,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,每公里的平均成本是1.29亿元,时速200公里的高铁,每公里的平均成本我0.87亿元。 从上面统计数据来看,不得不惊叹高铁天价运营成本如此巨大。 如果按照每公里1亿成本计算,光铁路建设成本就高达3.6万亿。 其他成本还包括设备、电源消耗、物质消耗、维修维护、设备折旧、人力资源等各种成本。 单仅凭借高铁票价收入是远远不够的。 更别说盈利收回建设成本了,连利息都不够。 因此,发展高铁的战略的质疑声从没有停止过。 那么,我们为什么还坚持发展高铁?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高铁? 尽管饱受质疑,国家却一直在大力发展高铁,不断加大力度修建高铁。 之前的四横四纵发展为八横八纵。 到2035年,我国高铁里程将达到7万公里。 为什么国家不按常理出牌呢? 首先,高铁是个庞大的产业,涉及到上下游产业链众多。 机械、电力、建筑、冶金、橡胶、计算机、精密仪器等行业。 根据不完全统计,中国高铁涉及核心产业超过500家企业, 覆盖20多个城市。 发展高铁就能很好地将这些产业串联起来, 盘活了万亿级别的市场资源, 为高铁相关产业链企业带来了成千上万的订单。 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。 换句话说,发展高铁其实都是取之于民。 惠之于民,提高岗位。 不仅发展了社会经济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。 其次,高铁实现了全电力作为高铁动力。 摆脱了煤炭、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。 炭排放也非常低。 是真正的绿色出行交通方式, 也有利于保护环境。 再次,高铁的核心作用就是高效的运输方式。 相对之前的火车效率更高。 极大推动了旅游、餐饮、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。 早在十年前,春运估计是最让人头痛的事。 黄牛党一票难求加大了回家的难度。 高铁运营后,这些春运晚级也就消失了。 高铁技术让中国两端实现了朝发夕制。 大大拉动了城市之间的距离。 促进了城市间的经济发展。 缩短了人才、物资的流动。 中国高铁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被巨额亏损掩盖了。 但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。 有研究表明,高铁每投资1亿,就能拉动周边GDP增加1.8亿。 而且一旦投资完成,拉动作用会一直持续。 发展高铁有什么伟大的战略意义呢? 我国最近10年GDP飞速发展,从之前的1万多亿提升到14万亿。 已达到美国GDP的70%,之所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。 这就得益于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。 同时,国外很多国家也看清了中国高铁的意义。 开始借鉴中国大规模建设高铁。 我国经过高铁的飞速发展,建立了高铁的相关完整产业链。 早已从高铁大国发展成高铁强国了。 对于全球新建高铁潮,我们占尽了优势。 可以出口高铁设备、承包高铁项目、出口高铁技术等。 这背后有许多个万亿级别的市场。 不难看出,巨额亏损表象下。 中国高铁承担着时代重任。 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。 如今,势能已起,好戏仍在后头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。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